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神 一 游地府 听阎王讲音律与善恶英国 问 2410-2018 近期贫游地狱 今天被地府官员请去见地府高级官员阎王爷 迷迷糊糊中来到一处现代化的建筑物 走进去见到阎王爷坐在岸前 我惊奇不已 因为全部都是现代化的设施 好像我们工作的办公楼 阎王爷脸色微沉 看起来很威严 我何时礼拜 阎王爷说 我负责掌管马XXX国家 我现在居住的国家名字 洋人生死 不管任何宗教 死后都会发放 这里审判后再依法处置 该下地狱的下地狱 偷人道的就偷人 至于修行不同法门的人 死后如果善果俱足 就不通过地府 由不同法门的菩萨 无法直接接送去天界或佛国净土 生前如果不善不恶 又不愿偷人道的 就在地府居住 地府都有房屋 与阳间的环境是一模一样 只是生活空间不同 地府地域复杂 非你们世间人所能测知 我献给你一个通信器 你拿回去 交与你法门护法菩萨 将来由地狱时通报地府 我安排人员接送 有些法门在人间 传很多年代了 比如XX宗法门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在这里算是新兴的佛教法门 观世音菩萨在天地之间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地府也知道这位菩萨 因为弟子所在的国家 有很多宗教法门 眼前这位地府官员 有点像阿拉伯人 其实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各宗教都是 医治天地因果法则 其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人心为善才是正法 是每个宗教的宗旨 我这里的音律 都是根据因果定律来称进 你们世间洋人愚痴 不懂因果 也不懂因律 要知道造新灵法门口验 我们地府也是记录在案 如果是小小口验 就当小恶 如果是大恶口 我就记录成大恶果 果报是你们自己自首 死后也别向我求饶 我也是根据我来判 地府是管果 不管因 如果你们在世 有功德在身 我就拿功德扣除 再根据你们自己自身所造因缘处置 不管什么法门 都有他们做功德的方法 也有不同的 不法神掌管 生死不与其说是 我们地府掌管 不如说是你们自己造恶造善所写出来的 你们世间的人 真的愚痴 不知道的事情 宁愿不要去说 修了几年 就以为什么都懂了 天地之大 你们能知晓 法门之多 你们能知道的 还有修道人 又邪淫 又杀生 又妄云 是个修道人吗 我这里指的修道人 是包含所有世间法门 自然也包括 心灵法门的修道者 观世音菩萨慈悲啊 一直不让天上下圣旨 承介你们这些众生 说是你们无名 有可怜之处 一直在请天地护法 怜悯你们这些造业者 善与恶自己 心里不明白吗 善果恶果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无名 不懂因果造业 命运不好 你们好意思去怪天地 菩萨是慈悲你们 但也不是纵容你们造恶业 你师父通晓天地 对你们弟子 严格是因为他知道过 果报来了自己受 明白吗 地府官员 是用阿拉伯语 与我沟通 可是我意念中 都明白阎王爷在说什么 我用中文与地府官员沟通 他们也能明白我意思 我这里的书籍官都很忙碌 整天记录你们人间人的善恶 你们还要门派之间说来道去 在我看来都是口言 于是啊 你们 到这里 我好奇地问 如果外国人死在本国 地府怎么处置啊 阎王爷瞪了我一眼 告诉你也无妨 如果死在本国 魂体会游在阳间巡逻的鬼差 这里的鬼差 穿警察制服 带下来 在这里查找 他们的国籍在哪里 地府有通道 会安排他们去 他们所在国家的地府管理 如果是外国人居住这里 在我国造恶业 我根据业大小 书写公文 再押送去他们国家的地府 有些大地域 是容纳不同国家的罪灵 一起承接 所有国家的地府 都有通道直通那些大地域 如果是定居这里的 我当成本国人民 由我管理 好了 回去吧 好好修行吧 你们法门的护法 菩萨都很伟大 暗中一直护佑你们 不要做坏事啊 回去好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慈悲 救度你们这些众生 你们是不知道的 还要说法门坏话 良心到哪里去了 不久 意识清醒 答 透露了很多地府的一些情况 给你们看 所以不要乱来啊 学佛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人这么年轻 不就走了 表面上总有毛病的 生癌症或者其他病 实际上有他的业障 很多人过去嘴巴 太会讲了 伶牙立志 讽刺别人 也是造口业的 你一步留心 就造口业了 到时候夜来了 年纪轻轻就走掉了 2018年 11月17日 来信一货 265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